当受伤后,很多人会想紧急如何处理 以前我们都说Price的处理方法 Price就是五个英文字母的头一个 P就是Stand for Protection 保护,不要再用,保护 R就是Rest,休息,不要再用 第三个就是I,Ice,冰敷 第四个C就是Compression,加压,让它不要肿 最后就是Elevation,提升,让它倒流,不要再聚 这个以前我们用的方法 最近有一个叫Police 其实意义差不多 不过P就没变 变成P-O-L-I-C-O-L就是Optimum Loading 即是可以的情况下都可以动一动 就不是完全休息了 但今天的重点并不是说Price还是Police 反而是其中那个I 你会看到无论在旧版或新版 都会有这个I的字 都是冰敷 那些人就问是什么时候应该做冰敷 什么时候应该做热敷 众说昏文 有些人就说不冰德的 血气会不运行的 会凝聚着凝聚着凝聚的凝聚 以下我就發表自己的意見 大家未必一定認同 但這也是臨床上會做的事 第一,當你剛剛弄傷 如果沒有傷口沒有變形 傷口即是戒損了又有血 變形之骨都可能歪掉 沒有傷口沒有變形 剛剛弄傷的時候用冰敷 但冰不一定比整塊冰堆下去 涼的東西都可以 所以有些人會說是冷敷 不一定去冰敷 總之是涼涼的東西就可以了 甚至在雪櫃拿水瓶或涼涼的 放在一個位置都可以 不一定要整塊冰 總之要降溫 但當你過了一兩天或三天之後 覺得它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腫 就不需要做冷敷或冰敷 反而你問我 我是傾向於用暖敷 不過剛剛弄傷的時候 因為它很熱 所以冷敷是有助降溫 也有助消腫 但當我過了最急性的頭兩三天的話 大部分時間暖敷是比較有幫助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當我們減取的時候 首先有沒有傷口有沒有變形 如果沒有的話 急性時間用冷敷 不一定用丁敷 涼的東西都可以 過了兩三天之後 就慢慢要用一些我們叫瘟涼暖的東西 讓血循環好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些資訊 那